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阳那里吃饭 他竟然挑食了 大阳给金夏做的鱼头汤 他竟然一口味冻 这根本不是金夏的性格 大阳见金夏挑食 仿佛看怪物一般看着金夏 疑惑地问道 夏爷 你怎么不喝汤 那是我亲自为你做的 金夏拦了拦鼻子 拒绝道 我不喜欢喝鱼头汤 感觉有些腥呢 大阳瞪大了双眼 摸了摸金夏的额头 没发烧呀 这还是夏爷吗 怎么可能会腥呢 我已经去掉腥味了 你什么时候挑食了 之前不是挺喜欢喝我做的鱼头汤吗 可能是我月子里面喝多了吧 现在一看见鱼头汤便心里抵触 金夏思前想去 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大阳突然间回想起来 陆一拒绝喝鱼头汤的神态 貌似和金夏刚才很像 他仿佛找到了原因 脱口而出道 夏爷 你不会是被陆总传染了吧 你没发现你现在的口味和陆一越来越像了吗 有吗 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金夏倒是没有发现 怎么没有 我看你和陆一越来越像 要不然我以后叫你陆爷 大阳调侃地看着金夏 滚 金夏拿起面前的一粒花生米 扔向大阳 上官兮看着杨月和金夏打打闹闹 站在旁边笑了笑 宽慰金夏道 我觉得陆总也和你越来越像了 你没有发现吗 金夏听见上官兮说 陆一向他 立刻来了精神 凑到上官兮跟前 笑嘻嘻地问道 是吗 哪里像 快和我说一说 上官兮想了想 道 他不是之前严肃了 偶尔还会开些玩笑 虽然玩笑很冷 但是却要比之前好了很多 金夏听到上官兮如此说 开心得不得了 这么一说貌似也对哟 看来我的影哟力还是很强的 这就是所谓的夫妻像吧 上官兮赞同地点了点头 金夏除了做事风格被陆一给影响了 还和陆一学会了套路 他发现有些事情若是他直接让陆一去做 陆一总会是满心地拒绝 不过 若是他稍微用些套路 陆一便会乖乖投降 就像此时此刻 陆一正在浴室内独自帮着小毛科洗澡 他已经由最初的手忙脚乱到如今的游刃有余 给小毛科洗澡的工作为何会无缘无故交给了陆一呢 那只能说金夏太高明 金夏看了很多的育儿书和育儿节目 通通表示爸爸陪伴长大的孩子比较聪慧 能够感受到父爱的孩子未来会更有安全感 看着这些书籍和节目 金夏便决定让陆一全面加入到孩子的教养之中 故而 但凡陆一不加班不出差 金夏便会刻意给陆一和儿子留下相处的时间 他紧张兮兮地告诉陆一道 你知道吗 小男孩子若是长时间和妈妈在一起 或者是和女性在一起 会逐渐地变得娘 甚至会影响孩子的性取向 陆一自然是不会信金夏的歪理邪说 胡说八道 我从小便是妈妈和王沈待大的 我也没有变得很娘 金夏笑兮兮地抱着陆一的胳膊 躺在他旁边 继续忽悠他道 你当然是不一样了 谁能向你自控能力如此强 现在的小孩子 可是要比我们小时候娇气很多 若是稍有不慎 便可能步入歧途 陆一道 你少看些乱七八糟的书 哪里有那么夸张 金夏道 你怎么不信呢 我说的是真是 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他小时候经常被妈妈带到女浴室去洗澡 导致他从小到大就特别的厌烦女性 最后出柜了 陆一道 你怎么有这么多奇葩的朋友 金夏道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想说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陆一瞥了一眼金夏 疑惑地问道 所以呢 金夏笑呵呵 嘚道 我觉得以后小毛科应该由你来给洗澡 陆一道 你是不是想偷懒 金夏道 我当然没有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虽然是小概率的 但是若是真的发生在我们小毛科身上 那后悔都来不及了 虽然陆一依旧觉得金夏有些大惊小怪 有些威严耸听 但是次日 他果然是主动帮小毛科洗洗澡来 因为他一想到 小毛科将来可能会变得很娘 心里便接受不了 在金夏潜移默化的引导下 陆一觉得 貌似金夏所言是对的 时间久了 陆一便觉得这也不是什么负担 貌似给儿子洗澡 也没有那么难 时间久了 陆一越发觉得其实陪伴小孩成长 貌似也没有那么恐怖 中文字幕里面的